雄雄大火不斷燃燒 農煙密布直竄天際 消防員不水先灌救 但火勢難以控制 捷克靠近德國邊境的野火 燃燒面積已達30公頃 氣候乾燥導致火勢猛烈 風勢也讓火場迅速擴大 漫國邊界燒進德國境內 除了消防員和消防車 捷克當局還派出滅火飛機 軍警直升機也到場支援 另外現場設置馬達與消防水袋 從遠處加壓抽水救火 但火勢絲毫不減 由於野火已經吞噬民宅 消防當局緊急強制撤離 超過百位居民以及觀光客 消防員懷疑是上週末遊客點燃營火之後 沒有好好看管而引發這場大火 如今野火燒進德國 也讓德國當局相當頭痛 德國當局本來就在對抗自家野火 東部布蘭登寶邦在二十六號清晨發生火災 除了撤離當地居民大約六百人 救難人員也有至少七人受傷 但更讓人緊張的是 其中雷菲德村火場附近 地底下還滿有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彈藥 救火人員不敢大意行動 格外謹慎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 美國也在對抗森林大火 優勝美帝國家公園附近爆發猛烈野火 橡樹大火後 極端炎熱和乾燥的氣候 助長在乾燥森林和灌木丛中 快速延燒的火勢 讓最初前往救火的消防員疲於奔命 加州森林防火廳表示 截至二十五號晚間 火勢波及的地區達到六千九百七十七公頃 範圍比半個舊金山的面積還大 不過好消息是 消防員終於開始控制住 加州今年以來最大的野火 我們今天做了一個很好的日子 我們做了很多的工作 昨天我們在燃燒10% 燃燒10% 今天我們在燃燒16% 所以你知不知道 這是不是很大的數字 但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倍的步驟 如果你看到這方面 我們在燃燒很好的發展 雖然火勢獲得控制地區從10%上升到16% 但還是有三千七百人被迫撤離 由於加州近期下大雨的機會 微乎其微 美國國家氣象局預報也顯示 本週氣溫大多都會超過攝氏三十七度 要徹底撲滅野火 恐怕還需要長久時間 歡迎新聞 孫英玲 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